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侈,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。 有的人费心讨好,却被轻视敷衍,有的人相交相知,却在相处中离了心,这一生,我们和无数人相遇过,但真正能携手同诚的少之又少,心理学上有个吸引力法则,我们是怎样的人,就会遇见怎样的人,就会遇见什么样的生活, 不是一路人,很难走到一起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路只有人走,人只有人交,我们和一个人交往,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如何,李开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,我把人品排在人才所有素质的第一位,超过了智慧,创新,情商,激情等, 我认为一个人的人品,如果有问题,这个人就不值得一个公司去考虑雇佣他,仔细想想,甚以为然,一个人的能力,技术,学历,都可以通过学习提升,可若是人品素质不过关,没有人愿意与他同行,我们想结交一些好朋友,首先需要我们成为一个值得结交的人,因为交往是一个双向的选择,就像老话说,路只有人走,人只有人交,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明末清初,才华横溢的顾真观,在京城崭露头角,顾真观淡薄名利,从不攀附权贵,然而有一段时间,他却一反常态,连日奔走于各大权贵之门,顾真观一直担心,被关在宁谷塔的吴兆谦的安危,四处奔波,正是为了解救好友吴兆谦,然而即使是吴兆谦昔日的心腹之交,因为害怕被牵连, 一个个都袖手彭官,避之唯恐不及,只有顾真观四处奔走,却到处碰壁,一筹莫展, 纳兰荣若被顾真观有情有义,与朋友患难与共的赤诚之心所感动,于是说服父亲亲自向皇上说情, 最终得以救出顾真观吴兆谦,在朋友穷困潦倒之时, 顾真观依旧实施牵挂,竭尽全力地帮助好友,纳兰荣若正是看中了顾真观的人品, 内心也自然而然地信任他的为人,所以愿意在他孤立无助之时,出手向帮, 并跟他成为一生的知己,老话常说,唯有得者可以其利,唯有人品可利一事。 当我们拥有一个好人品时,待人真诚,才会遇到值得我们交往的人, 当生活充斥着谎言和勾心斗角时,唯有人品能闪闪发光,只有种下梧桐树,才能引得凤凰来, 一个好的人品是我们的财富,也是我们的一辈子的闪光点。 吸引着生命中的贵人前来,情绪的正负,决定一生的命数, 美国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,曾通过二十多年的临床实验, 提出了一个能量层级的概念,能量层级越低的人, 越容易用负面情绪感染别人,相反,和能量层级越高的人相处, 就会越舒服,作家水木然,曾讲过他的一次经历, 他在高铁上,遇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妈妈, 小孩子刚上车,就在那里哇哇大哭,惊扰了整个车厢, 妈妈一脸焦急,可无论他怎么安慰,孩子的哭声都未曾停歇。 没过几分钟,车上的人也都跟着烦躁起来, 有人戴上耳机,选择了无视,有人面露不满,开始嫌弃, 还有的人,甚至公开责骂那位妈妈不会管教孩子, 一时间,空气里都是压抑和埋怨的味道, 所有人都被负面情绪感染。 此时,另外,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走过来, 递了一个玩具给小孩,说孩子有了玩具,可能就不哭了, 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也主动靠过来,帮忙逗弄孩子, 随着他俩的加入,气氛在一点一点变缓和, 孩子的哭声渐渐消失,刚开始还散发负能量的磁场。 也终于慢慢趋于和谐,在这个转变中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道理, 人与人之间的情绪真的是会传染的和负面磁场的人在一起, 他们身上堆积的情绪垃圾会汇聚成一个情绪黑洞, 相处久了,甚至会吞噬掉我们的正能量, 而和正面磁场的人相处,即便遇到不如意的事, 他们也会积极乐观,相处时间长了, 我们整个人也会变得自信阳光, 我们身边的磁场能量会受到人际交往的影响, 和不同的人相处,会影响我们磁场能量的强度, 长期和负能量的人交往。 磁场能量会衰弱,和正能量的人相处, 磁场能量便会增强。 余生,愿你能靠近那些正能量的人, 愿你能成为正能量的人, 用你的正面磁场去吸引, 去改变更多需要这种能量的人, 帮衬你的人,因你的人品而来。 一个老妇人在路上抱胎, 一个陌生的男人,主动帮她修好了车, 老人想用钱来回报这个正在找工作的贫穷男人, 男人拒绝了。 她说,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, 老人接着去了一家餐厅, 遇到一个卫生剂依然在工作的孕妇服务员, 老人临走给了她一大笔钱, 并留了一张纸条, 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, 孕妇回家告诉丈夫, 自己今天很幸运, 而丈夫就是白天帮助老妇人的男士, 男人的善良, 兜了一圈, 最终回报到了妻子身上, 其实也是她自己身上, 世界是一个缘, 在别人困难时伸出援手, 这善意最终定会回报到自己身上, 生活中有些时候, 别人来帮忙, 固然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, 更因为你值得这份帮衬, 人生里所有的运气, 都是自己存下的利息, 你曾经的善良, 正直, 感恩, 都是他们帮你的理由, 欣赏你的人。 因你的自信而来, 一个有自信心的人, 总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, 肖伯纳曾说, 有信心的人, 可以化渺小为伟大, 化平庸为神奇, 为人处事, 最大的底气, 是自内而外所发出的那种自信的神态, 自信的人往往拥有充盈的内心, 即使身处沼泽泥潭, 依然不忘初心, 能够无畏前行, 都说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, 是态度, 除了对人对视的态度以外, 更重要的一点, 是对自己的态度, 换言之, 是你对自己的肯定程度, 无论别人怎么看, 我们永远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。 如果连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优点, 又如何赢得别人的欣赏呢? 自信, 自爱, 便不会轻易遭人怠慢, 内心阴暗的人, 就会遇见小人。 其实, 很多时候, 万物都有定律, 轮回, 你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,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, 就像你是什么样的人, 也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一样, 一个内心阴暗的人, 他对待旁人, 也会有同样的想法, 那么他遇到的都会是小人, 当一个人心理不正, 遇见谁都是没用的, 一个人的心态, 就决定了他的未来, 心态不对, 做什么都没用, 很多时候。 你的内心是会影响一个人的, 你什么样的, 传递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样子, 这样你遇见的, 就会是跟自己一样的人, 就像现实生活中, 有趣的人, 只会被有趣的灵魂吸引, 没有负能量的人, 就会陷入困境, 遇见更加糟糕的人, 人往往就是在一面之间, 你的行为, 本质就决定了你会是什么样子, 所以, 别去感叹命运不公, 一切都是你自身的因素, 你内心阴暗, 就别觉得这个世界都跟你一样, 你遇见的人, 都是由你自身的刺场决定的, 人的吸引力法则, 就说明, 人都是同频率相互吸引的, 你传递出来的是什么, 就会吸引到什么, 你自己不努力, 不优秀, 遇见谁都没用, 只有自己积极向上, 遇见的人才会美好, 每一个人, 都是从遇见自己开始的, 不管是友情, 爱情, 都是一样的, 人都是会被共性相互吸引, 不仅只是外在的东西, 更多的是内在的共鸣, 两个相似, 有趣的灵魂会相互靠近, 你是什么样的人, 就会遇见什么和自己一样的人, 在这个世界上, 每个人都是半圆体, 唯有遇上和自身匹配的半圆体, 才会幸福与美好, 所以, 要想拥有更好的人生, 就得从自身改变开始, 当你变得足够好, 才会遇见更好的人, 心理学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, 一个人遇到的人和事, 其实都是自身特指吸引来的, 你怎么样, 遇到的人就怎么样, 一个坦坦荡荡的人, 吸引的人, 也必然大气豁达, 一个阴险狡诈的人, 来往的人很难是正人君子, 你若盛开, 蝴蝶自来, 活成自己的太阳, 才能散发万丈光芒, 引来霞光万道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, 来自然故障于来自身特指、